国内26号新增两例本土确诊个案 六例境外移入跟两例死亡个案 另外禁制BNT疫苗提前到货的消息满天飞 指挥中心也证实将有一批将近200万剂的BNT疫苗到货 但确切日期还没确定 第一个相关的这些报导 应该是还跟事实没有相距很远 不过到货的日期到现在还没有确定 然后第二个在到的时候 当然以学生为第一优先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照着这个 从年龄层就是我们一到十类 原来那样的一个分配 从7月19号前有医院登记的 那先来做开放 9月开学季即将到来 未来到货的BNT疫苗也将优先让学生施打 专家小组咨询委员李炳尹也说到 12到18岁的学生优先接种BNT疫苗的重要性 新冠病毒如果在学生之间流传的话 会形成一个重要的社区传染链 所以青少年接种疫苗也是必要的 那因为他只能够接种那个RNA疫苗 其他疫苗都还没有研究数据 所以我们在这个青少年接种RNA疫苗的 考量上面会把它列入优先考虑 第一批约200万剂的BNT疫苗 有望在8月底9月初抵台 在开学季保障学生健康安全 另外国内截至26号上午 疫苗覆盖率已经上看41.24% 原事新闻 李良米固台北市采访报道